欢迎来到小春电影,我是小一 这一次要分享苏菲玛所主演的《芳芳》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 男女主角便戏剧性地相识相遇 压力是个即将结婚的见习医生 去好友家小住一晚时 屋里窗户被人猛然推开 受到惊吓的压力躲在窗帘后 看到一个倒立着走进来的小姑娘 直到两人说上话 她才知道对方是好友的孙女芳芳 芳芳就读香水调配专业 在马戏团靠表演杂耍为生 她一头绿色长发,身穿短裤长靴 野心不羁又妩媚娇艳 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 相谈一会儿 芳芳毫不顾忌地在压力面前换衣 而微微诺诺的压力 则被丘比特的剑射重 她对芳芳一见钟情 巧的是敢爱敢恨的芳芳 也是一眼相中压力 当晚两人就睡在了一张床上 虽然没发生什么 可两人都能感受到彼此的爱意 一夜过后 压力对芳芳产生了不可抗拒的痴迷 她决定用一种法国式的浪漫 带领女孩在爱情的海洋中徜徉 只不过这段恋情发展的并不顺利 因为压力有一个貌美如花的未婚妻 两人的婚礼已经提上日程 可几年相处下来 压力的激情渐渐消退 而未婚妻没什么浪漫细胞 她喜欢聊柴米油盐浆醋 送的礼物永远是一双拖鞋 未婚妻年纪不大 却已经有家庭老妇的味道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压力感到厌倦 于是在好友的面前 压力道出了自己的苦恼 面对死气沉沉的生活 方方的出现令压力心神荡漾 她感觉自己又充满了生机 可让压力担心的是 一旦和女人确定关系 那种新鲜美好的感受就会消失 她非常害怕方方变成第二个未婚妻 为了永远感受爱的激情 同时又不想背叛未婚妻 压力做出了一个超级傻逼的决定 她要永远追求方方 但不和她发生关系 谈一场至高无上的精神恋爱 压力认为身体属于未婚妻 精神献给方方 这样一来 她觉得对未婚妻仍算是忠诚的 问题在于压力为什么这么做呢 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但电影并没有直接揭晓 而是让观众带着疑问继续看下去 而接下来 压力走上了疯狂浪漫的追求之路 她偷偷溜进了一个陌生人的豪宅 亲手做了一桌精美的晚餐 带着方方品红酒吃牛排 哪怕碰到房屋主人回家 两人也默契地上演双黄祭 直接吓得对方原地发愣 就在主人妻子要电话报警时 他们才仓皇逃跑 随后压力蒙住方方的双眼 开着敞篷车横穿大街小巷 享受着速度带来的激情 依靠好友的帮助 她带方方来到了电影道具场 体验了一回1813年的维也纳大厅 两人身穿华丽礼服 旋转跳跃翩翩起舞 不一会儿 压力装成骑士 方方化身公主 各自演起歌剧中的经典桥段 他们和假想出来的无赖恶斗 闹得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 当方方陶醉浪漫氛围 不可自拔时 主动向压力暗示 感情可以收华 然而压力却假然而止 她提出 两人只是纯洁的男女友谊 这个不涉及半点情欲的怪胎 让方方失望 愤怒又困惑不已 她要的是实在的人间烟火 肌肤之气又怎么能少呢 因此方方前一刻还笑盈盈 下一刻就成了苦瓜脸 她当场摔门而出 事后方方跟祖母倾诉苦恼 压力若即若离到底为哪般 这时候祖母才爆出压力有未婚妻 方方大梦初醒 气得火冒三丈 于是她决定跟压力摊牌 两个女人中必须选一个 而压力看着方方胸脯情难自已 只能抚摸蛋糕上的樱桃来解渴 面对方方的主动出击 压力说话面不改色 仍然声称两人只是朋友 就在争持不下之时 方方随口说了一句 想在祖母家的海边睡到天亮 没想到压力为此费尽心思 趁着方方上洗手间的空隙 她去旁边药店买了安眠药 并偷偷地掺入饮料中 一路上方方本想就此分手 却被药搞得昏昏欲睡 而压力则偷亲女孩的头发 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刻 到了第二天 方方刚刚醒来 就把昨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她不是下海螺涌挑逗压力 就是要让对方帮自己涂防晒霜 望着女孩一身娇嫩的肌肤 压力似乎有点憋不住了 没料到 未婚妻开着快艇及时赶到 偷积不成18米的压力 马上粗鲁地将方方推到一边 这个扎到不能扎的举动 瞬间惹怒了方方 此时未婚妻憋着一肚子的火 一边对压力说自己已经怀孕 一边又故意当着方方的面 爆出两人即将结婚的事情 结果可想而知 恼羞成怒的方方 扇了压力一巴掌 然后扬长而去 回到公寓 未婚妻一时疏忽 竟想让压力帮忙买卫生巾 这下可好 她怀孕的谎言不攻自破 走出家门 压力撕碎了婚宴请帖 她无法接受未婚妻用孩子拴住自己的做法 而这一幕恰好被未婚妻看到 她彻底绝望 并意识到和压力走到了尽头 另一边 恢复单身的压力 依然不愿意好好谈恋爱 她垫覆了房租 让方方住上心仪的公寓 自己则租下了隔壁一间房 神不知鬼不觉 成为方方的邻居 就在方方外出旅游的期间 她敲掉了中间的水泥墙 把好友提供的透视玻璃装到两间房的墙壁上 也就是说 方方那边是镜子 压力这边是玻璃 等到方方旅游归来 她每天都偷窥着女孩的一举一动 比如和方方一起洗澡通话 一起在动感的节奏中舞蹈 而这面玻璃也成了压力的一堵新墙 她让压力感到兴奋愉悦 又让压力丧失勇气 对方方表白 而事实上 方方也没放弃这段感情 为了让压力嫉妒 她故意找备胎配合演戏 并谎称两人即将结婚 起初压力没了未婚妻 又丢了方方 心里自然痛苦万分 但那面透视镜暴露了方方的小阴谋 她和备胎的对话被压力听得一清二楚 压力的眼眶泪花闪烁 她能感觉到方方内心浓浓的爱意 然而方方也发现了压力的秘密 压力好友无意间说出 她购买透视镜的事情 方方祖母听完心知肚明 一转身就将此事告诉了方方 因此方方回到屋内 正式和压力摊牌 直到此时 电影也揭晓压力从不设计 情爱的苦衷 隔了一道玻璃墙 压力说出了自己的往事 她渴望真爱 又极度畏惧 只因对男欢女爱后的关系 感到迷惘 原来压力母亲生活放荡 每天都会更换床扮 这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 因此压力一直认为 肉体的欢愉 等于爱情的结束 方方听后无法理解 她放下最后通牒 如果明天十点不过来 我会从你面前消失 事后压力陷入了 强烈的内心争斗 并意识到 用友谊来掩饰内心的懦弱行为 她知道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不道德的 也清楚缺乏性的婚姻 是违背人性的 而感情和情爱可以完美融合 她自己又有什么理由去逃避呢 四日十点 压力来到了方方的房间 方方却不知所踪 桌上只有一张纸 上面写着一句话 我去与妹妹相会 压力立马打电话给方方祖母 从而得知 方方妹妹五岁时就已经夭折 一时间压力被吓得干裂 她的脑中闪过各种可怕的画面 压力颤抖着握着方方的流条 心痛不已又束手无策 正在此时 整面玻璃墙突然碎裂 只见方方握着锤子 久久地望着对面的压力 经过一夜挣扎 方方体谅了压力的苦衷 她主动打碎了那面镜子 想帮对方走出心灵的城堡 最终压力解开了久违的心结 她勇敢地上前抱住方方 两人紧紧拥抱热吻 整部电影到此结束 法国被誉为浪漫之都 法国女人又向来以精致优雅而出名 至于法国爱情电影 自然也是如出一辙 她往往把文艺 艺术 浪漫和猎奇融为一身 简单来说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法国人不敢拍的 好了 感谢收看小春电影 我是小一 记得留言点赞转发三连机 下期栏目 我们再会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